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机器充电慢 充电慢的话,那肯定是充电有反应 那就肯定是电流上不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判断电池数据问题 还是机器问题 还是尾插排线问题 这些全部我们可以用数据来测试出来 好,现在充电器 电流非常小 200,300,400 然后9V能开 说明什么 电池数据肯定是正常的 如果9V不能开 它的电池数据是不可能正常的 好,9V能开 9V也是400多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现在百分比是多少 百分比大概是在80 百分比是80 80 那我们现在开始测所有的电压了 然后这一款机器 有看过之前的视频都很简单 这里直接就可以测了 这是第二段4.255 电池段我来看一下 4.23 第二段4.25 电池段4.23 然后我们看一下9V有没有进来 9V完完整整的进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捋了 捋一下 电池电压这么高 只能达到百分之70多80 但是电池数据我们刚才也说了 能开9V的电池数据百分百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它的额定电压就可以了 好了,来了 嗯,这个应该能看到啊 额定电压是3.85V 满电电压是4.4V 所以这个百分比和这个电量是对的 它是4.4 如果它是4.1 那这个机器就不对了 或者4.2 它就不对了 4.2 因为现在已经有4.2的 应该是百分百 那这个电池数据电池这些全部都要排除掉了 9V也没有压差 然后呢 第二段第一段的压差 也没有 直接更换电源百分百解决 那这个时候操作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反面 好 拆屏幕叫时要小心点 很简单啊 这种数据测出来都是百分百的 不用去多想 哪里的故障 以误两难 要学位测试 那我就不全部拆了啊 那我们来看看电源 然后呢 就是换电源的时候 我们还要对好型号 它的电源是有分的 660有分001跟002 001 002 如果换错的话 也会导致不充电 然后开机不进系统什么的 这是002 那我们现在直接进行更换 虽然那都是660啊 你等下 如果换个001的上去 你会发现充电也不能充 结果呢 进系统又很慢很卡的 安卓的很多像这种类似的啊 电源型号完之后 下面还有编号 一定要对好 哇 这匹匹道 有点坚强啊 有点坚强 来来会会折腾了它这么多次 然后这个胶就非常简单的啊 因为它这个比较密 基本上我们落铁一上的话 一拖 这里的胶都会干净 唯独就剩下的一点点边胶啊 边胶 等一下用镊子挑一挑 然后就可以安装芯片了 就可以结束这个视频了 好 结束 清洗干净 呃 掉了一个空点啊 像这个要定好 每一个细节 好 我们请问下面过一下 好 掉了一个空点 然后呢 周边的胶也基本上弄干净了 弄干净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安装 没有直吸的会比较硬 我们要多吹火 必须要等它规规动到做完 才能烧香 好 上机测试 最后扣电池 降温 上电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温度高啊 应该是温度高 它开启了小电流充电 我们先将 好 正常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修完机器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灵活 它出现的是个什么情况 刚才是跳温度高的时候跳啊 跳跟那个电流不正常 这两者间是不一样的啊 好 再见